好 所以這邊最後讓你看一下Continue Time Discreate Time 上面這個是Continue Time的 下面這個是Discrete Time 那你當然可以把它換算過來去看 所以在Continue Time你會發現 同樣的類似的這個方波 然後在Continue Time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AK不會重複出線 不是周期性的訊號 那乘這個SyncFunction的形式的結果 那下面是Discrete Time 那它的周期會跟前面對一樣 所以這周期是N的話 這邊也會有N的周期重複出線 所以在同樣的這個其實這中間是一組 這一組就看起來很像這一組 感覺上這一組很像這一組 那這一組多像呢就看你這邊躲密 因為你看如果這邊同樣穿好了 越來越密 跟這邊數越來多 這邊其實就會拉近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才的作用 其實會有一種現象對不對 這一個 本來是比較密的 那這越來越拉越開越開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邊如果做幾件很大 這邊就拉近開 越來越像很近開 好 所以這個是給你看一下這個 這兩個的差異 就Continence跟Discrete Time之間的關係 不過都有同樣的這個 所謂的SyncFunction 那只是問題 這個類似的形狀在這裡 OK 類似的形狀在這裡 好 那還一個是這邊會抖幾次 因為這一邊抖幾次 因為這一邊抖幾次 因為抖幾次 跟這個有關係 跟這個有關係 你看這邊抖了 這樣子而已 可是那這邊呢 好 再來咧 所以抖幾次跟這個有關係 對不對 拖路幾次跟這個區間有幾個是有關係 好 這是另外一個可以抖到的地方 第一個 如果給你一個函數 Esin Cos Cos 這些都 OK 那 第一個如果照我們剛才前 你可以去推導 你可以把它帶進去那個 乘上Exponential Jk Omega 0 然後再把它取合去算出來 那 如果我們直接也是從另外一個直覺法去看 好 直覺法去看說 那它有沒有Exponential Jk Omega 0 N的成分 它有沒有Exponential Jk 可以把它寫 譬如說 一倍的Omega 0 J 兩倍的Omega 0 N Exponential J 三倍的Omega 0 N 這樣的計劃 好 那 告訴你 Sine Cos 你要記得的是那一組 Oror的關係石 所以Sine就寫成 Sine就寫成這樣 除以2 那 Cosine就是Exponential的正加 Exponential的正加上Exponential的負 然後除以二分之一 好 那後面還有一項 Cosine 那這邊就是Exponential的正加 Exponential的負 然後除以二分之一 這三項分別把它寫出來 變成這個關係石 好 那因為我要表示成那個標準式 那標準式就是要有上面我畫的這幾個 對不對 所以我大概組合一下 這邊是一倍的 這是負一倍的 這是一倍的 這是負一倍的 這是 這裡是兩倍的 這是負兩倍的 這是Exponential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Omega 0 是二拍除上大N 所以我 所以二拍除上大N 所以後面那個四拍除上大N 是兩倍的關係 好 那我把它組合一下 所以一倍的 在這裡 負一倍的在這裡 然後兩倍的在這裡 然後負兩倍的在這裡 那因此這裡就是A1 這個就是A負1 那這裡就是A2 那這裡就是A負2 OK 那當然還有一個圈面 這一項就是A0 這是沒有任何的 這是常數項 實數的就是A0 所以你會發現 A1 A2 A3 那我把這五個數字 整理一下 寫出來就直接整理 好 所以這五個數字 A0 A1 A負1 A2 A負2 OK 其他等於 其他沒有寫出來 因為沒有這些相組合的關係 好 那這幾個我就可以把它 大概用圖示把它畫出來 好 那我們之前有提過 大概畫十步虛步 或者 那個 角度跟 像角的關係 好 那十步虛步就是畫這個 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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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 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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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0 好 那虛步就是 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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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十步的地方 就是 1 十步的地方 是 1 然後 2分之3 2分之3 好 那虛步的地方 就是0 然後 負2分之1 然後 再來是 正2分之1 然後 負1的地方 是正2分之1 然後 負2的地方 是負2分之1 所以你大概畫出一個周期裡面 那你也看出來 A1K也是周期性 然後周期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那個 A1K加N 還是等於A1K 它有這樣周期性的關係 這樣 好 那右邊這邊是畫它的Magic 跟Base 那Magic的Base你就自己算它 就是這邊有公式給你 他們的 十步跟虛步 還有那個Base 怎麼去算 是 這邊沒有公式 有啦 公式在下面 就是這一個 這是Magic A的這個Base 然後這個是 角度 這是Pase 這兩個在Posine 或是Sine的關係 好 這是一個例子 告訴你說 A對周期性的 離散的梳流 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然後我可以分辨 調整對應一個case 然後 這個case 好 那最後一個是 如果你用部分等 好 比如說我們周期是20 周期是9 OK 周期是9 那你如果用三個來組合 或者四個來組合 或者五個 二乘以 二乘以就是兩倍的M加1 五個或者七個 然後最多是九個 全部拿來組合 好 就同樣看 那個周期 那個方法 如果你只拿中間那三個來組合 你看起來就像第一種情況 那第二個E之類的 一直到九個全部拿來的時候 就會還原成原來的數列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用部分的 幾個中間那幾個係數來組合 意思就是說 好 如果只拿這三個 你就得到剛剛第一個情況 那如果再加這兩個進來 好 或者是再加這兩個進來 好 然後最後是 沒有 最後是已經加進來九個了 好 那就可以恢復 呃 重複原來的 這個 這個 方波的時候 如果你卻不把原來的九個 從那來做的話 就會恢復原來的 好 那這是部分的集合的關係 好 以上就是 呃 這個 離散的 副列 副列級數裡面所表示的東西 好